《愛情的日子》 詞曲 曲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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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告訴你 最後的日期 哀笑而不語 隨目光前行 忘不到邊際 有沒有距離 和你一步步走過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跟着你的心 话也不说的默契 爱情会把我们带到哪里 我毫不在意 没有目的地 只想和你好好在一起 请当同事 请随你去 我在这儿做了这么多年 对这个阶段的女性我是非常理解的 可以这么说吧 我是女性的知音 知音 我求您了 您从了往吧 您赶紧给我们办完得了 行吗 外面好多人排队呢 这么想办哪 想啊 您的意思 行 你们先呢 填这两个表 离婚预约登记表 什么什么意思 这怎么离婚还要预约呀 这我也第一次听说 这这这怎么跟医院似的 还挂号啊 我得跟你们解释一下 这是怎么回事呢 就是从今年四月份开始 全国试点推行 咱们这区也是一个点儿 为什么 就是为了给你们男女双方充分的时间 好好想想 这婚到底该不该离 该离 你要不然我们出这儿干吗来了 你说 张娇娇同志 婚姻大事啊 咱不管走到哪一个阶段 三思而后行 我宁芬芳可以给你一个 非常非常具体的数据 自从这个预约制度兴起以后 百分之四十 你知道吗 最后放弃了 这说明什么 这就说明很多婚 它就不该离一时冲动啊 这制度 你看 有了这个制度以后 大家都非常满意 相当科学化 和人性化的 这么科学 这么人性 那得还甜吗 甜 不甜不让离啊 你脱了裤子放屁 多费一道工序 文明点 孙芳董事 那别 别介意啊 我在这儿工作这么多年了 比这难听的话 我听得多了 我们是承讯成一位人民服务 所以人民说的什么错误 缺点给我们指出的 我都能听进去 你太有心了 谢谢 谢谢 这怎么写的 你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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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签 你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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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表填完了以后 一周以后 要是想离婚的话 再来办证 我刘芬芳是忠心的希望二位 不要再来了 我忠心的希望二位 回心转意 刘太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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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讲给你我就开始倒霉了 我都怪你 你这离婚还得二进宫 这怎么能怪我呢 人家这是规定 试点嘛 你跟谁倒是来 都得二进宫 那我怎么那么倒霉啊 你认识什么 一个星期以后 你就不倒霉了 我看你离开我 你过了什么好日子 你等会儿 想什么 你东西还我 什么东西啊 你说什么东西啊 我不欠你什么东西了呀 我的伞 是你先拿我的伞 我还拿你的伞呢 你不拿我的伞 我还拿你的伞 你先拿的吗 你先拿我的伞 你先拿的 你先拿的 好 这雨停了你打什么伞啊 我不乐意 我做好提前料 我准备着 你管着吗 好 好像神明伞 是这个 是什么情况啊 我今天叫您来呢 是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跟您说 由于高闯同学 严重影响课堂纪律 影响别的孩子上课 所有孩子家长呢 给校长写了一封信 是 说我们的孩子不愿意和高闯一块学习 不是 就因为他干扰课堂纪律 每一个学校每一个班都会有一些挑皮的孩子 对不对 这怎么着他也 那受教育的权利大家均等啊对不对 我也不赞成这种做法 是吧 你看高闯不是在咱这戒毒吗 如果他有我们本地户口 又是咱学区里的孩子 那些家长怎么可能也不会写那样的信吗 就因为 没户口 不是本学区就 就这么 我上次不是跟您说过吗 宋老师我们那户口正办着呢 那个 那那信您交给校长了吗 那还没有 那您再给孩子一些机会行不行 您能不交了吗 我回去我好好批评他 这回他一定改 行吗 不是 这问题是我怎么和那些家长解释呢 我来解释 对不起让各位家长久等了 那么在我们家长会的最后呢 我们请我们班高闯的家长 跟我们大家说两句话 大家欢迎 您来说吧 我跟你说 大家好我是高闯的家长 我儿子啊 他那个表现不好 干扰了你们孩子的学习 我从心里特别觉得有歉意 所以今天呢 我就想跟大家真诚地道个歉 其实我儿子 他这个表现不好 跟我教育的不好 有直接关系 所以这事从心里说 也不能都怪孩子 大家也知道 我儿子是在这儿戒毒的 我来这儿已经来了二十年了 二十年了 二十多年了 一开始呢就是不容易 带着儿子 我们就是街边卖煎饼 大桥底下卖馄饨 他呢就整个小板凳坐我边上 小学那前作业都是跟小板凳上写的 他爸呢 就是离开了很多年了 所以我一个人教育他 就是有点难 那男孩子嘛 他不听话 现在又青春期 反正是 这孩子就是让我也是操心 我也是没有别的办法 现在就是 所以我就是跟老师们道个歉 跟校长也道歉 今天呢我站在这儿 我也跟你们道个歉 我 我给大家举个公分 对不起了 我 我儿子 影响你们孩子的学习 影响老师工作 教学 我代表我儿子 给你们的孩子 再举你过 对不起 我现在 日子好多了 那个 我那个火锅店 现在生意挺好 连包房带大堂 也有个几十桌 生意可火了 好吃 你们要是愿意去吃呢 你们就说一声 说是高闯同学的家长 或者是高闯同学 来我那火锅 一律打五折 欢迎你们来吃 谢谢大家 欢迎老师 学校里的各位老师 都来我这儿吃饭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大家 高闯妈妈 高闯妈妈 你好 对不起 对不起 我是胖子诚的妈妈 你好 那我想跟你说点事 你说 高闯妈妈 我想跟你说 我听我们家紫辰说 说上一次他们学校开运动会 也不知道是二百米还是五百米 你们家高闯跑第一 我儿子不知道他跑第几 结果在中间摔了一个大跟头 所有的孩子没有一个停下来的 就你们家高闯停下来 过来把我儿子扶起来 送到医务室 是吧 其实我也是单亲家庭 也是自己带孩子 我儿子跟我说 高闯经常给他带吃的 有的时候我顾不上做饭 高闯就带着他去食堂吃饭 我觉得吧 你们高闯挺好的 是吧 真的 虽然现在给你惹点事 让你操点心 我觉得这孩子将来错不了 是吧 心眼特别好 你跟我说这些我真高兴 快点快醒啊 接回来了 今儿作业多啊人家 还好 还好啊 那赶紧坐去 妈 你今天去家长归了吗 去啦 见着咱老师吗 见着咱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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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什么那那那 你赶紧回屋做功课去 姐 咱今天晚上吃什么呀 今天晚上不在家吃 咱出去吃 你跟我们一块儿去吧 我 我也去啊 吃完饭咱一块儿看个大片 你今天真去大招会了 这孩子咋这么磨叽呢 我当然去了 你赶紧做作业 你想不想出去吃饭 想不想看大片 你去呀 快快快快 你干吗 还 还什么 行了 什么干吗 我不睡觉呢 咱俩已经离婚了 离婚了就不能说一块儿 你不知道吗 张乔乔啊 你能不能有点法律常识好不好啊 咱们俩是预约离婚 你这预约是个什么概念吗 他 他预约就相当于 相当立项 立项就还没批呢 从法律观点讲 我们现在还是夫妻 我有权地睡我自己的床上 明白了吧 是吗 鲁德义 你就这点本事 咬文桥自掖我 你能耐着呢 那你觉得这样有意思吗 是 我也觉得没啥意思 真的 没意思你还回来睡 原来你跟我吵架 你不老出去中了吗 你找你胡蜂狗友去吗 你找他们去 你去去去 不是 佳佳 我是这样想的啊 以前咱吵架的时候 我去是去她住人家那儿 给那些朋友添了不少麻烦 现在真要离婚了 我不打算再给人添麻烦了 你明白了吧 鲁德义 我提醒你啊 人家那儿最多七天就批 你赶紧涨钱住去 这一星期我就忍了 我当倒霉 我挺着 对 挺着 对着 睡吧 好 挺吧 我睡着 你关灯 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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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哥 你怎么还没走啊 你不是去那三十几条 静闭线路旅游 把失去的思维也夺回来吗 去了 猫里求死 你这没去 那儿太漂亮了 马尔大夫不在了 那这不挺好吧 什么呀 万道我自个儿回来了 你 你为什么要回来呀 我发现啊 你去的地方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和谁一块儿去 那你和谁一块儿去的 我跟旅行社啊 我抱了一个团 不 这也挺好啊 好什么呀 那个团里啊 要么呢就是新婚燕儿 去那儿动音乐 要么呢就是一家三口 其乐融融 只有两个人 一个六十多岁老太太 和我是单班 还没到一半呢 这六十多岁的老太太 和另外一个团的七十多岁的老头 他们俩好上了 就剩我一个人单倍了 我走哪儿 我都觉得我这个地能好 我一生气 我不玩了 我自己回来了 是这样啊 我想清楚了 这以后啊 我要是再去 我就得 让一个人陪我去 哪怕这个费用我自己出呢 你出费用啊 那这个班应该很容易找到的 好事啊 是有好多人愿意跟我去 可是问题是 得我愿意让他跟我去啊 不不不是那个 你这想找男的还是女的呀 当然男的了 箱子总得有人给我拎吧 你想 我出钱 我购物的时候 购物的时候 后面总得有给我拎包子吧 这拎包有什么呀 难道是应该帮你 都是拎箱子对吗 是不是 对 你跟我去啊 你现在就去请假 明天咱俩就走 有一个建议路是墨西哥 那你特别棒 你快去请假去 我 我就随后一说啊 我 我走不开 事太多 家里 家里的事太多了 真走不开 你家里事多啊 真走不开 走不开 走不开 你上回跟我说说你跟你老婆 好像有点矛盾 后来干嘛着 没事 没事了 我一发脾气 她老实了 女人嘛 你三年不打上滑街吧 那我这啪给她一瞪眼 一小妹羊似的 乖乖地长得 看不出来啊 她男人嘛 那行 说好了 以后呢你只要是 你有时间 你就给我打电话 咱俩立刻就走 往那线路 如果我随便挑一条 咱俩就去 立刻 赶紧练 咱不耽误时间 快快 先练练 好 看看 练练 对 你有护照吧 你要没有 你把那个什么身份证啊 护口本你给我 我立刻给你办去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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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赶紧有 真有啊 真有是吧 我觉得上次 咱们的话说到一半 你就急忙接个电话走啊 咱们现在给说完吧 行 那你就今天一次把话给说透了 我觉得上次就已经说透了 因为我不喜欢绕弯子 我不喜欢没效力 不喜欢浪费生命 其实我只想让你当我的女朋友 今天啊 我就要等到你的回应 你记得咱俩第一次在花姐家见面 是什么时候吗 我上次带着两个外国客人 让你帮忙当了一天的翻译对吧 你那会儿的中文没像现在这么好啊 我记得 但那时候你也没像现在这么成熟啊 你什么意思啊 你说我老爸 好 我可以选择不回答吗 因为我觉得你不喜欢听到实话 其实我就跟你直说吧 我想跟你说的是我喜欢成熟的你 我喜欢现在的你 你知道我对你的人 你说 我吧 闭上眼睛听你说话 就觉得你完全就是一个中国人 我说一睁开眼睛 你还是一外国人 你这感觉 你这感觉特别的奇怪你知道吗 不真实 难道我中文说得好不是优势吗 你要是想让我说话 有外国味的话也行啊 看到啊 我说话 现在像不像我的这张脸 你知道吗 外国人其实说中文就是 这种 这种感觉 其实是很容易做到的 我发现你还有一毛病 毛病多了 你说哪个呀 我觉得你挺花心的 花 花心 你这女孩你看不天 她走不去了你还看 这个我必须解释一下 这个是下意识的 这这意味什么呀 什么叫下意识你明白吗 下意识那才最可怕的 那代表你的根 你本质就是花 你让我怎么用安全的 你要是特别的建议的话呢 我可以控制一下 我这个下意识 但她真的不代表什么呀 我为你改变好不好 你千万别为我改变什么 咱俩俩别的吧 那个 你 你追我这事 你跟花姐说了吗 我干吗跟她讲啊 她只是我一学生 有这必要吗 也没有说非得要必要跟她说 但是 但是我觉得万一 万一啊 我说的是 万一咱俩之间有点什么 你 你笑什么 我说的是万一 万一咱俩之间有什么事 她要知道了 你说她多尴尬 她 她怎么处理这关系啊 这个 关系对吧 好好好 你觉得有必要的话呢 下次上课的时候 我跟她讲啊 其实 我觉得她应该为我们在一起 而特别开心 你说什么呢 谁跟你在一起啊 你 你 还是我自己说的 你别说了 那 你同意了 谁同意了 我差不多算答应了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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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来 回来了 老大 又要是吗带了 娇娇晚上还没回来 我到你屋坐会儿 加了还有铁蚂蚂吗 娇娇她回来了 回来了 这带着孩子又走了 说是回娘家了 今晚上啊 不回来住了 今晚不回来住了 你俩是不是吵架了 吵架 吵架不肯正常吗 你俩可就尽量吵架了 是是 走到我那儿去 我通常想起个事了 我经常有个饭局 朋友请我喝酒了 那就不去了啊 再见老张 我听听说是 我听说是 你俩可就尽量吵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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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是 海盘身上的灰尘 振作疲惫的精神 月号也许进式坎坑 谁需要孤孤单单走一程 好 你把地址接着说一下 今天录二三好 然后什么大事案来着 如果那个 真的像你说的那么好 你刚才留给我算了 好 好 对了 行 行 我给你发短信吧 我发短信给你发 你这还是一个人 这冷锅冷灶的啊 还有一人住这儿啊 哥 你什么意思啊 没这么意思 我不能关心关心你吗 我给你做点菜吧 哥给你做点 你有什么菜吗 我给你做点 不用 不用 你肯定有事 没事 就是关心你 得了吧 我这儿就说啊 别磨磨叽叽地赶紧说 那啥 那个胳膊遇到点状况 想到你这儿来借助一宿 在我这儿 你又跟嫂子吵架了 你别提这个娘们了 她简直不可理喻 你烦死了 我眼不见心目烦 我躲出来清静清静 不是 哥 不是我不让你住啊 你知道我跟嫂子这关系 本来就不是特好 你要是每一次吵架 你都跑我这儿来 你说我怎么面对她 这不加深你们俩之间的矛盾吗 不不不 这这个课题想到了 再帮她知道不就完了吗 是吧 怎么可能不知道呀 她知道怎么了 她知道你是我妹 她敢怎么着你 她这找你事 哥给你挡着 她知道也不怕 这是你关心 她不敢找你事 这样我找她算账 好吧 哥请你住这儿 不商量了 哥 你不能每次吵架 你都往外躲 你得学会你 学会沟通 学会面对她 我跟你嫂子呀 十几年纪 这么打打闹闹的 彼此很习惯 我出来助她也很习惯 这你不操心的没的 哥正好帮你收拾的 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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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你弄在那里下 你 你不能住这儿 我怎么不能住这儿 那不方便嘛 我说你亲哥 住你这儿怎么了 什么不方便 那人家就不能有个 什么男朋友之类的 什么意思 交男朋友了 太阳从西边出来了 长江水里得倒流了 我跟你讲 别人交男朋友我都信 你交男朋友那就是编 你什么意思啊 你意思我 我就永远嫁不出去 我找不着男人是啊 难道不是 但你短时间 一定找不着男朋友 凭什么我短时间 我 我要是今天能把他叫来呢 还真谈了呀 那 必须的 行行你叫来 正好哥帮你省省眼吗 我审查审查 如果真是这种人有关系啊 那行 哥撤 不给你添麻烦 你就编吧 编吧 行你跟我交劲 喂 你在干什么呢 你要没事的话 能不能到我这儿来呢 我今天再告诉你呗 赶紧过来啊 我把地址发给你 我把地址发给你 我先来 麦可 快进来 你怎么淋湿啊 外边下雨的 进去吧 不用 不用 来 外面雨中大了 哥 哥 这是麦可 这是我哥 哥 你好 你快走 走走走 好啊 来 擦擦 谁啊 刚刚在外头被晕了 对不起 你说这 这麻布呢 来来来 你用这个擦 拿这个 我 我给你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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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当时让一下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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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给你拿一件衣服 我给你 过来 过来 我给你 崔玉啊 你让我很真静啊 我以为你 说着玩的什么难不得了 平时让你找吧 你不找 他爷找找的那么吓人 有什么吓人呢 不是 您能告诉我 你俩到什么程度了 你管一招吗 好 我 我不打 我不打听 我不打听 我没打听 我没打听 我没难过 你真能做呀你 反正我也管不了你 我跟你说 这个事要让咱娘知道 你找这么个祸 咱娘不起运过去 你怎么知道马会气运 我这这竹都不匹匹呀 你这带大宝贴 这么不匹匹 好好好 我说了 你先让我这竹都不住 那个什么 我提醒你一句啊 咱娘里娘里店呀 是野荷团的 拔过拔过链区 你等咱娘打断你的腿 不可能 走了 你要走啊 你能少喷点香水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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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力慢点啊 好 你哥怎么这么快就走了 秋姿 你今儿找我来有什么事啊 没什么事啊 其实你也可以走了 这位先生 您好 你是住在这 靠街酒店的吧 对啊 现在那个房间 一天多少钱了 三百多 这么贵呀 我记得以前也就 一百多吧 最多二百还好一点 这都什么什么行情啊 你这几年没住过酒店吗 有家谁住店呀 那是你老婆呢 我给你老婆呢 个性特别可爱 就是特别开朗 然后 你等下 我接着等下 小雪 过来帮我抓过这个客人 爱心啊 你 大人 我那事 你别不管我了呀 你得给我抓点紧啊 我抓紧 我抓紧 抓得可紧 要不然我还是见你哥得了 你就别见我哥了 你见我哥干吗呀 我这儿还给你约了人呢明天 还是气球呢 喝 怎么又拿一气球 你别再给我约那个游泳池去啊 你行了吧 你还游泳池呢 你 你打死我 我都不去了 你还敢说游泳池 我给你约到咖啡厅啊 什么人呢 这又拿一气球在咖啡厅 什么人 干嘛的这人 具体什么人 我也不太清楚 你见了不就知道了 我这儿开个会呢 先这样 拜拜 你什么人呢你 哈喽啊 你干嘛呢你这事什么事啊 喝杯 喝杯 爷子 乖乖乖 正好有个事呢 什么事 帮我分析一下啊 好 说吧 这个我追穷司这事你知道吗 知道啊 然后他总是对我不冷不热的 你也知道吗 一直玩全知道 坐坐坐 这 这 这有些事你不知道吗 他呀昨天把我叫到他家去了 你去了 他不在 把你给刷了 别打岔 他在 但是不光他在 他哥也在 更明白了 那你是把人追烦了 他想让他哥揍你 你再打岔啊 我揍你一顿 好 喝喝喝 你说就是这样 他当着他哥的妙 说我是他男朋友 迈克你成了 我本来也是这么想的 结果了 小伙儿 结果呢 他 他 他把他哥拉到一边 开始鸡里呱啦 脚身弄化 然后说完了呢 他就把他哥给赶走了 然后 然后呢 然后 然后 我觉得就 是我们俩爸爸 然后呢 我们俩就单独在一块儿 我有机会了 我 迈克没想 不呀 我想好好地跟他表白 结果 结果没等表白 他就把我给轰走了 这 这个态度差距这么大呀 你帮我分析一下 迈克 你不会是对人家 动手动脚了吧 走 别别别 你比起不行 你能不能不把我迈克 把我们男孩子 想那么拥有 我 迈克 你没像他说的那样勇俗吗 没有 这我就明白了 你呀 让人当枪是吧 枪 枪 啪啪啪 当枪是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说 你被人利用了 对了 怎么 他 他利用我什么呀 他利用你什么 我们哪知道 我们又没在现场 是不是 是 还有一句话 叫解恶杀驴 这 这个我听过 但 这有头驴啊 谁是驴啊 你说呢 行了 别把我们女生说得那么庸俗 迈克 你好好想一下 他跟他哥都说了些什么 我帮你分析 关键就在这个深冬话 我要是会了深冬话的话 就不用分析了 好 是吧 你快点教我点深冬话吧 是深冬话 不会 东北话还可以 我说东北话 卡卡啪啦啪啦啪啦 我全都 那你别捣乱了 走走走 我 你等会儿啊 就你这个就叫谢墨沙驴 点形呢 我就是那条驴了 你走吧行吗 我走了 小蔡 你会深冬话吗 深冬话我不会 我的家乡画的修不修嘛 就是这个调 这 这 再 再说两句 你老口大天 我刚才说的是四川画 难过困得跟深冬话一样吗 哈粗粗 哈粗粗 我说的 算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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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这些沙驴课哈 我跟你讲到的 从生物当中产生的灵感 那么这节课呢 我是如果从动物身上产生灵感 这个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 人们这种生活压力 工作压力 以及物质压力 方方面面 使得变得特别焦躁 比意义症 是不是啊 我们这时候就需要什么 手下排挤的压力 要发泄出来 就要拿出黑猩猩的精神 哈马 是不是 发泄出来了 那么如何平静呢 这就需要螃蟹精神 坐一下 用一下 吸气啊 呼气啊 来 就这颗心呢 来 他就这里平静了 我真的没想到 你的肩膳操里面有很多文化 我也没想到说这么好 不但可以健身 还可以据料 吸你的疾病 我磕头拜师 我给你跪下 不 不跪 不跪 我不希望你跪下 那 那什么 就是你的心里也把我当偶像就行 好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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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 不用看他们了 跟他们没关系 我就是你要找的人 不是我跟你谈的事 你带俩保镖后干吗呀 不是保镖 不是保镖 你能不能让他们躲躲呀 要不咱俩这怎么谈呢 太不方便了 哥们 你能先闪他吧 这呢 什么情况啊你 你犯法了 没犯法就是欠人 欠人点钱 合着你欠人钱 人怕你跑了 就给你铐上了是吗 我也不像这样 那咱这怎么谈事 他在边上 有人听着没法谈 你能弄大点事 大好嘞 说你嘞 好嘞 来吧 谈谈你的条件吧 行 别谈我条件 你先说说你的什么条件 我条件很简单 你把我欠给网吧的钱 还上就行了 这是网吧的 你欠人多少钱啊 没多少钱啊 具体多少我也不清楚 几 几万块钱吧 你 你就为了几万块钱 你就准备跟我 这不是假的吗 我此人声明啊 我最多跟您去民政局领个证 其他任何要求 免贪 你这孩子可真够逗逗 我能对你有什么要求啊 咱不是坐这儿聊聊这事吗 况且不是假结婚吗 这这这得你请我冤啊 小假事啊 什么真的假的 他一人听不见就完了 这大街上 我告诉你啊 小伙子 你可得想好了 咱俩这合同一签就是三年 这三年当中 万一你喜欢上哪个女孩子了 或者哪个女孩子爱上了你 你们俩特别想结婚 你可不行 我可不离 你必须得跟我离了 才能跟他接呢 到时候你可别跟我翻脸啊 别说三年 三十年 一辈子我都不结婚 结婚多福啊 网络上可以满足我一切的需求 你说你爸你妈怎么不管管你 把你养得这么大了 你这孩子 刚开始管 但是他们根本不明白我的世界 后来就放弃了 然后我也放弃他们了 就 就拜拜了 这样行吗 我替你 把这几万块钱给他垫上 你紧急我 我不是紧急了 你可以脚下 怎么了 这个 我是没法上了 我要冲到底 等一下 他不慌了怎么 有我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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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意思吧 不是 收起来 我收不回去 你怎么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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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衣服太太小了吧 我不是懒得疼的时候 当我已经抓到缘分的节奏 而不是一团糟的时候 当我确定想要找幸福去努力 而不是只等待的时候 你经过了 你经过了 他看到了 有人绕到了 我抓住了 你停下了 他跑快了 有人迟到了 我先到了 你 给你 適当的人 再给我一点时间 再给我一点时间 让我准备好坦诚相见 迎接你的出现 从现在开始算 一切都自由安排 生活总有滋味万千 一定的平淡 三天始终才算 生活还要有点悬念 幸福就在明天 你经过了 他看到了 有人绕到了 我抓住了 你停下了 他跑快了 有人迟到了 我先到了 有人迟到了 我先到了